新闻小朋友 最终宝洁 台湾现在的政治变化已经快到 让人家目不暇起 我们看到在礼拜六 赖清德才以最高票 取得中华民国总统的一个宝座 按照过去来讲 如果礼拜六开票 那大概大家会相安无事 至少一个礼拜 而且至少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大家开始休养生息 但没有想到 赖清德才刚刚取得总统大位 都还没有坐上轿子 各方的压力铺天盖地而来 都很难想象说 礼拜六才刚刚开票 礼拜天美国代表团就来了 而这个跟2016的状况非常类似 2016当时蔡英文当选总统 美国代表团马上过来 代表说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时候 美国非常小心 美国非常的在意 而且美国这次 不是只有派代表团来而已 看到了拜登 拜登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当别人问他说 你如何回应台湾这次的总统大选 根本回答都不回答 直接讲 我不支持台湾独立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刻 讲这样的话 而且不但在这个时刻 讲这样的话 美国代表团不但地进来 而且来很妙 还特别去了国防部 有人讲 美国特地要来台湾画红线 美国特地要来 感知所谓的赖清德的真正意图 难道赖清德你才在刚刚当选 美国就开始不放心 美国就开始要来台湾画底线吗 而现在赖清德的麻烦 不是只有来自外面 现在感觉上内外交迫 因为他是一个40%的总统 他现在在立法院 他处于一个少数的地位 现在立法院已经开始 合中逼狠了 我们看到民众党虽然只有巴西 民众党现在已经出招了 一个小小巴西的政党 居然敢想说 他要对蓝绿出考卷 好 那现在 虽然有一些绿营的智囊 或绿营的人是说 他应该跟白色合作 这样来维持立法院的多数 民进党会这样做吗 未来三党不过半的立法院 对于赖清德来讲 会造成多大的压力呢 好 我们今天请到两边 来帮忙首席的财经专家 黄收松你好 大家好 好 电视美岛电视报 周大胡志强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战略专家李宁辉 大家好 好 第一位是 资深美天林玉峰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资深美点张远轩 走 好 待会儿呢 资深美点赛 我自己也会 加入我们讨论 好 社会是时候 礼拜六 才刚刚投票完毕 你怎么会觉得 这两天 突然所有的压力 所有东西 风云变色 第一个 诺鲁 这几年来 你当时往吉里巴斯 当时所罗门 在美国不注意的状况下 居然 被中国敲去了 这几年来 美国跟中国 在南太平洋 是进行苏子战 在这样的苏子战的状况下 诺鲁 怎么可能被中国拿去 不但诺鲁被中国拿去 接下来 代表团来了 拜登又马上讲 不支持台湾独立 更夸张的是 现在立法院 都还没有上任 就已经开打了 没错 赖清德当选总统的时候 他现在面临的局面 是压力三大 而且是内外交迫 为什么 我们举外面来讲的话 美国跟中国 在这时候来 你都还没上任 就开始已经对你出招了 对 什么出招呢 现在就开始压力测试 对 为什么 因为拜登在第一个时间里面 美国 人家这个记者就问他说 你对台湾总统 什么看法的时候 他第一个就讲 US does not support 台湾independence 就是说 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所以他第一个时间 就已经划下了 这个红线 我只是问你 你怎么看待台湾这次选举 对 他马上回答 我不支持独立 对 他划下一个底线 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同时之间 在选举没多久之后 他就派出了 这个美国的代表团 来到台湾 包括说美国前国家 顾问的这个哈德利 还有前副国务卿的这个斯坦伯格 以及AIT的主席 这个罗森伯格 都来到台湾访问 来到台湾访问的时候 早上见完蔡英文之后 马上就在见这个赖清德 见完赖清德之后 就去国民党跟民众党之后 再去国防部 我觉得这个很不寻常 为什么呢 他第一个时间 马上就来看看赖清德 你到底是怎样一个状况 同时之间他还去了国防部 国防部 对 那为什么去国防部呢 因为美国在这个时候 有双航母来到台湾这个地方 双航母 包括说像雷根号 还有这个卡尔文森号 都来到台湾这附近 你看到台湾这附近 台湾附近 所以显然呢 美国应该也意识到说 这万一有什么 双航走火的时候 是美国不愿意接受的 尤其目前为止 还有俄乌战争 还有这个红海的 这个作乱的这个状况 然后你更不用讲 美国开始要进入所谓的 其中他们所谓的大选的 开始要准备要开始大选了 所以美国绝对是 不希望发生任何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只看到 代表团抵达台湾 没有看到是两艘航空母舰 据说第三艘也准备 来到这个地方 他就看到 在这个地方刚刚讲到 是进入一个满载状态 对而且中国当然第一个时间 马上就对你寄出之后 我们讲在选前 他就已经说了 这个1月1号开始的时候 已经开始有 ECFA部分的商品 已经开始给你中断了 现在接下来就说 他现在开始列出 ECFA可能对你造成的 石化纺织这些 都已经开始准备要 端上台面 再来就国台办也开始说 这个台湾就是中国的台湾 你外国不要 这个美国拍赫店 英国拍赫店 他全部都说 你们不要介入台湾的这个内政 所以中国也在画一个 他们所谓的底线在这个地方 所以现在等于是 中国美国都开始画底线 那你更不用讲 今天最新消息来说的话 他拔掉我们一个外交 诺鲁 诺鲁就把他拔掉了 诺鲁总统就发表 跟台湾断交专军 所以等于是 你还没有上台 美国跟中国就已经开始 一连串的对你下紧箍咒 给你画底线 给你画红线 叫你不可以采印这些 所以他外面来说 显然面临到相当大的压力 所以你说赖金德才刚刚当选 都还没有就任 还没有上教 所有的压力铺天盖地而来 那你更不用讲 内政方面来说也是一样 为什么 对内里面来说 因为他这次只拿到40%的选票 所以你看 国台办第一个时间说 你也不能够代表台湾的绝对民 你是少数的总统 虽然 里面外面 大家都是这样 40%的总统 所以他形成一个少数的总统 那你更不用讲 因为你这次的国会 你也没有过半 这次国会来说 国民党54再加上他的盟友 那民进党51 还有民众党的巴西 双方都三党不过半的状况 让这个整个气氛更加诡弱 你现在面临的第一步 我觉得总统当选 你总统当选之后 2月1号的 这个所谓的立法院的选举 就决定了你的开局 那你更不用讲 还有你的行政院院长 目前为止 行政院你要请谁 也是内外交迫 各党派 政国会新潮流 还有很多民进党内部 也在缴获成一通 所以从国会一直到你的内阁 都会变成是你眼前的考验 而且刚才讲的 2月1号 新的立法院才会开始就职 那天才会选出立法院 因为院长 刚刚讲过的 每次总统大选 至少都会有一个礼拜的休养生息 对 这次选一天都没有 一天都没有 今天民众党居然讲说 我们已经出考题了 对 没错 是让柯文哲的这个民众党 马上在今天 在上班的第一天 就开始出考题 今天早上有黄国昌 还有黄珊珊 还有陈刀之开了一个记者会 八个人 他们开记者会说什么 我们民众党对我们未来 这个立法院的生态是怎么样 原本他说 可能要支持谁 但是他这次都没有说什么 他只说我们要开考题 开考题来说的话 请这个有意之 竞逐立法院的时候 跟我们交代 抱歉 他八喜 就他现在率先出招 率先出招是什么 他想要 因为他知道 54登51 里面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杠杆 我支持谁就是这样 可是你仔细去看 抱歉 你仔细去看他的所有的内容 什么支持国会 那个根本就是个空的考题 不然他要干嘛 因为什么 因为保洁 那这些什么国会 什么听政会 或者说什么 人事 那些很多是牵扯到 这个宪政问题 这你怎么做 所以这个就是讲空的 他只是讲这样子 我觉得他事实下来是 反正我就出个考题 你们要打就不打 不打就不打 没关系 所以 你只有八喜 对 可是你要耍老大 对 所以你要知道说 事实上 这个所谓赖清德 面临到的局面 显然更加复杂 不但是总统少数 那你因为立法院少数之后 还有一个八喜的 这个民众党在这边 兴风作浪啊 在这个地方呢 已经开始对你出牌 所以才说 赖清德眼前 面临的局面 比大家想象中 都还要艰困 董事实上 现在来今天 礼拜六好不容易 风风光光拿到了558外票 准备要去当总统了 可是现在面临真的是 铺天盖地的内外交迫吗 美国来了 我们看到了中国出招了 有的国家 我们又被断交了 现在内部来讲 开始已经对他施压了 对 实实上 他是一个双少数总统 什么双少数总统 三分之六十 将近百分之六十的选民 没有投票给他嘛 这是第一个 这个总统的得票数的少数 对 第二个立法院是属于 他是属于少数 在双少数总统的情况之下 他面临到极为艰难的条件 可是陈志明也先讲过啊 我就赢了 没你要这样做 那很简单嘛 就是你现在只有两个选项嘛 你要跟在野党妥协 或是要跟在野党对抗嘛 这两个选择啊 这可是在野党会跟他妥协吗 不会 在野党不会跟他妥协 因为柯P将来要选总统 所以柯P 柯P还要选总统 柯P一定要 因为今天很简单 谁看到这个百分之四十的 在野少数总统的话 都会心动 都会心动嘛 那柯P现在很简单的想法说 如果任何人想要选总统 他一定要把赖清德的政绩 要搞臭掉嘛 他要去攻击赖清德 让赖清德上任的 第一百天内就出现破绽 对 这就是柯P要准备要干的事情 因为毛泽东曾经讲过 斗垮人前先斗臭 我们看到了 柯P是信奉毛泽东的 他也搞这套 他学毛泽东啊 他的技术差很远啊 可是他 你要知道 第二点呢 这一次在这个2024选举里面 在民众党跟柯P 尤其是柯P 确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什么地位 就是城市不足 败市有余 他要承接事情 他做不到 可是败市能力 确定没有问题 你说 骗人 搞假的 他都会 攻击 攻击 再攻击 再攻击 所以柯P会不断地去攻击赖清德 这个 那他们立法院长不会合作吗 真的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跟立法院合作之后 他就变成民进党的尾巴党了嘛 那他怎么去当总统呢 可是他不讲说我今天开考题吗 那谁跟我满意的答案 我们就跟谁合作吗 那只是他要把他欺骗的故事的 翻篇的一个手法而已嘛 他从一个 本质还是骗 对 他第一个骗 他在盖牌的中间的十天当中 他用民调欺骗的方式 获得了超过他实力的选票 对 三六九 他导致了整个藍白盒失败 然后变成国民党的大败嘛 整个政党轮替 整个计划失败了嘛 他这个失败 他已经变成了历史的罪人了 被整个藍白盒的支持者骂得臭头 包括他自己的这些的磕粉 都开始唾弃他在骂他嘛 那第一个他把这个 整个这一页翻篇怎么翻篇呢 他需要一个更大的新闻 更大的一个正当性来翻篇嘛 这怎么办 怎么办 我摆住高姿态 我这个八票 有可能左右逢源 决定了立法院的未来 我是决定性力量 他认为是嘛 但是不要忘记了 他的三百多万的基础 基本上是在民进党的对立面 对 那怎么可能你的民意基础 是让你反对民进党 然后你要自个出考题呢 你没有选项嘛 你的选项只有一件事情 他自己投自己 他自己投自己的情况下 所以他今天的动作又在唬人了 他现在当然在唬人 因为他没有任何选项 他只有自己投自己的情况之下 就是扮演了所谓的监督的角色 叫做绝对监督角色 他不能够任何 他现在的巴西跟任何一个党派去拉拉扯扯 在那边撕下苟且 他整个党就毁掉了 因为他剩下最后一点的有可能由黑转白 要还他清白的唯一机会 就是绝对监督 他做不到绝对监督 他有分赃啊 要搞钱啊 募款啊 任何一些苟且行为的话 这个党就垮了 所以不要看他们吹牛 黄珊珊胡说八道 黄珊珊是替他这个转轨 转换下一个场景的时候 做出一个正当性而已 他唯一的选项 我跟你 现在我就 我敢先预测 你又要给人家赌了 2月1号我就赌你 你绝对不敢迟迟任何一边 乖乖地扒票投自己 这唯一的选项 好 雨萱 刚刚讲的今天立法院 我们看到了民众的 早上就说我7点半就开会了 然后我们开会 10点钟就对社会来这个表达了 表达了以后就说 我提到几个题目 你们来回答我 然后干嘛 他真的还要合纵联合吗 还是像吴董说的 他已经没有合纵联合的空间 他只是在虚张声势而已 宝贵哥 这是像小孩开大车你知道吗 就今天一个刚进公司的实习生 然后对着总经理说 总经理 跟你报告 我教你要怎么如何改革这家公司 那会得到什么反应 理都不理嘛 所以你现在看国民两党的态度很简单 理论上民众党是八席 应该是关键席次 国民两党应该都怕他啊 对啊 赶快跟你合纵连横啊 就国民党也没有回应他 没有吗 完全没有 到目前没有 战斗篮另外计算 那不算嘛 战斗篮不算 因为照照看回去媒体了嘛 这是他个人的意志嘛 精神领袖 因为各位你要理解一个概念 过去战斗篮大家在集结的时候会想说 喊出二十一期很庞大 但大家目的是什么 团结力量大嘛 我们希望知名度嘛 那时候倒还是什么议员啊 没有公职 现在选上立委之后 整个局势转变了 现在立法院谁最大 立法委员最大 选上人最大嘛 所以国民党根本没表态 民进党更绝 民进党直接发那个声明稿 我一看之后 这老江湖肯定 什么叫老江湖 老柯在背后面操作的 为什么 他直接讲白了嘛 立法院政部院长的职权 跟你所提出来的这四项改革 根本完全没有关系 没关系 怎么会有关系啊 所以你是外行 当然外行嘛 来我们一点一点的看嘛 他就讲 你要交代国会改革的蓝图 具体回应说 建立国会调查听证制度 强化人事同意权 强化立委利益回避规范 立法院长经费使用公开透明 要有四大承诺 本来跟我们一个一个来算嘛 你知道听证权是什么概念吗 就是仿照美国嘛 因为现在的立法院没有调查权 调查权额外切割到监察院去 所以你说要把丁政权调查权拉回来 立法院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修宪 修宪 好所以这个我们别提了 因为根本不可能 再第二个嘛 所以你说 黄国昌 黄三生 他们什么都不懂 他们就实习生 跑去跟总经理说 总经理 我要改革这家公司 然后讲了天花乱醉 所以听证会后面最关键的是 美国国会有调查权 美国国会有调查权 可是这个权力 现在我们的宪法结构里面 是在监察院 不修宪是不可能的 这个等级就像吴欣云提出来 要主权基金一样的概念嘛 你这样讲 观众 是不是一听就懂了 再来你看二三四 他说要进行人事同益权 保留哥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做准内阁制的想象 所以基本上来讲 你都是要动到根本大法了嘛 而且讲白了 你听证会那我问你黄三三 那你第一点要查什么 你要去查潜见国照吗 大家最好奇嘛 那你又不敢查 讲到第四点说 这个财政都要公开透明的原则 那时候我看了老半天保留哥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到底是在讲立法委员的财政 还是在讲行政系统的财政 刚才讲到这个太好笑 立法院长经费公开透明 立法院长的经费 再有没有比他更公开透明了 当然嘛 因为每年立法院都有审计报告 我的天哪 这是突然出一件事 各位你不要忘了 这八个人都是什么 初出茅庐嘛 根本就没经验 那对于相关的意识规则也不懂 然后唯一一个有的叫黄国昌 现在 我本来看到这个四个觉得默测 高僧觉得他们打了一件好球 搞了半天 草包 外行人说外行话 如同他们的小草 如今立法院来了八个小草包 那我想立法院院长 政府院长 你知道保留哥他真正直选是什么吗 其实理论上按照立法院的内规 按照他们的规范 是要退出派系运作 更严重的要退出政党 对 因为他保持中立嘛 我今天立法院政府院长 我就是作为一个第三方的裁量者 今天你不管是国民党 你不管是民进党 不管是民众党 不管是时代力量 我通通大家都要照顾白 所以过去大家讲 立法院政府院长 只要上了那个位置之后 你看苏家全 你看蔡其昌 你看游锡坤有没有提过法案 都没有嘛 但你今天等于是说 要立法院政府院长 这个本该公正的第三方 替你民众党一党 背书你的理念 背书你的想法 而且你必须要同意我党 我才要让你当 这怎么可能行得通 但你这样过去 唯一成功的案例是谁 唯一过去成功的案例 只有王金平 王金平跟柯建民嘛 那王金平跟柯建民之所以 为什么能够成功 因为他们跟各党各派 都非常的娴熟 以前他们办公室你知道 有分三个柜 王金平那时候 一二三间办公室 那always大家都在排队 为什么 来瞧事情了嘛 代表是你要有那样的手腕 你要有那样的资历 你要对于意识规则够熟悉 才有办法去运作 否则你就会像谁 像游锡坤啊 像苏家全啊 没有任何记忆点 大家根本不知道 这个立法院政府院长 哪来干嘛用的 但民众党搞不搞得清楚 这个重点 根本就不懂 所以现在老柯就是这样 骑官山看那些 这些矛头小伙子 你要玩啥 做你去玩啦 为什么 因为今天就算你掌握这八席 但他的重量跟他的分量 一个柯建民都抵不过 一个王金平都抵不过 而未来当国民党 当民进党 他们只要做一个动作就好了 我踩稳啊 我国民党提我自己的政府院长 我民进党提我自己的政府院长 这时候压力过会到谁身上 民众党 会到民众党身上嘛 因为你民众党你可以抉择说 好 我今天支持国民党代表说什么 代表我尊重这六成的非律民意 可是当你去贴向民进党的时候 这些选民你会反过一个问题 你对得起你三百万的民众吗 重点在这 你有三个选择 你有三个选择是 第一个 你跟国民党合作 知道你如果跟国民党合作 国民党以后就不会让你予取予求 因为你根本耍不开 第二个 你跟民进党合作 那就等于说 你能够成立 你能够成气候式 你站在民进党的对立面 你如果要跟民进党合作 你就变小绿绿 在小绿绿以后 你再也耍不开了 但是你也可以投给自己 投给自己证明 你是立法院的绝对少数 绝对少数 耍不开的啦 所以后子 今天刚才讲 我也觉得 好厉害 好厉害 一早就出招了 好厉害 结果 民进党的 马上一个党团 你说 那真的是柯建民出手吗 柯建民就给你一个软钉子 然后 完全暴露 他们的无知跟无能吗 好 民主党今天知识版很高 主持人很高的 好像一副自己将来是 关键少数国会仲裁者的意思 然后呢 我是老师出了题目 你们两个要答 结果两个都不理他嘛 真的不理他 不理他嘛 因为柯建民 民进党讲的是对的 就是国会改革跟院长 是两回事 而且里面他那四点很好笑嘛 立法院刚刚讲 雨萱讲了 立法院只有调阅权 没有调查权 再一个他讲人事审查 人事同意权 宪法规定人事同意权 没有话讲 那个原本就是你的 考试院啊监察院啊 这个大法官就本来就是你的 好 剩下来是什么 独立机构的NCC中选会 这个你可以发挥 但他们现在讲的 似乎不是这个耶 他现在好像是要讲 把柯P的那一套丢进来 说我将来的部位首长 而立法院同意 你去哪里生这个东西 你告诉我啦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立法院有同意权 像NCC中选会 对 独立机关 都是独立机关 所以我要求你们这个地域要独立 所以大家都要同意 那个东西就是 就是行政权的部分 跟这个需要独立 就是独立机关需要中立的状况 不一样啊 所以他们是宪法草包 对啊 你怎么可能去弄这个 而且柯文的最好笑 你一天到晚讲内阁制 这些都是总统制的东西啊 听证调查的subcommittee 不是总统制的啊 东西啊 那个人事同意权也是总统制的特色 你一方面这样 你一方面那样 你告诉我你到底怎么牛的 因为他什么都不懂啊 好嘛 他们今天就笑中了嘛 衣服大家都要靠他的样子 实际上是什么 藍绿都不理你啊 为什么 我讲最简单的嘛 你现在来讲 选后第一天 林涛就开枪罵华山 华山又说你们诈骗集团 现在的状况 韩国瑜有可能会跟华山讲说 我们两个来搭档吗 不可能吗 你去跟韩国瑜搭档 你去跟韩国瑜搭档 国民党内不把你骂都骂死了 为什么 你今天输就是因为他 他到现在还把你骂成诈骗集团 你还热了脸去贴冷屁股 而且你韩国瑜有多伟大 当初你今天这次选输 你虽然辅选有一些功劳 当然国民党内很多人觉得 就是因为你跟柯文哲没来眼去 你就是不够用力 自己拿到院长不管大家 真的有这个声音 一定有的啊 那这个时候谁会跟你讲说 因为你韩国瑜一定要一轮过半 一轮过半 所以我们都要对黄国昌上部 不可能的事情嘛 对不对 而且再者我再讲 现在因为国民党是 你是第一大党跟第二大党不一样 第二大党的话 你就什么都要靠他啦 你现在第一大党的时候 你可以拼二轮过半 国民党一堆自身立委 已经在等着要选副院长啦 对不对 你韩国瑜 我们大家都不要 这个有可能吗 再一个 你现在这么多新科立委 都想要出头 我如果藍白河啦 大家全部被 被黄国昌吃干八几 牵着鼻子走 对啊 那些新科立委要怎么办 对不对 而且国民党现在的状况是 两年后科兵一定大提名 四年后再跟你玩一次 对 你现在把你的资源分给他 你就是洋虎遺患 国民党现在的状况是 什么人都没有跟柯文哲合作 你高兴怎样就怎样 难怪林涛第一天就开枪了 我觉得林涛不是立委 还比较不能讲 我说这些新科立委的心态更是这样 我要的是表现空间 我要的是我四年后能够连任 你今天来讲 我今天如果跟你合作 通通被你牵着鼻子走 还一天到晚看你黄山的脸色 你光想看那个 那段谈判的时间 大家多痛苦 对 怎么可能接下来这个 不是 而且 你第一个你可以说话不算话 你可以牵字不认照 你不但牵字不认照 你还可以搞一个什么六趴胡说八道 你可以违反 所有的专业伦理 你不但可以违反所有的专业伦理 你竟然 连你的支持者都敢骗 我刚才讲到 骗支持者 这个是政治上的最大忌讳 你会发现 民众党 诸法皆空 自由自在 没有什么不敢做的 他们没有什么不敢做的 反正先骗了再说 先把你骗进门来再说 以为骗进门就出不去 然后他们现在有一个想法 说好像这一次他们帮了很多新科的立委 柯文哲帮他录影 对啊 什么台中啊什么的 就觉得说这些人会跟他暗通团取 看得到鬼啦 这些人是卢秀燕的人啊 他们将来要去卢秀燕考量 将来是卢秀燕的未来才是他们的未来 我今天跟你柯文哲暗通团取 不是帮卢秀燕制造一个对手 四年之后 卢秀燕又碰到柯文哲跟你 跟你来一个军乐会 怎么可能受得了嘛 所以这些人 感谢也有感谢 但是问题是你说要 要我跟你眉来眼去 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会发生啊 所以武总 我这样听下来 难怪 我有个好朋友 他对比政治非常非常的熟悉 他跟我讲 总统不用看啦 总统已经定了啦 而且总统怎样都差不多啦 他说 立法院才是腥风血雨 惊涛骇浪 听你们这样讲 不就代表 整个立法院未来是玩一个毁灭战争吗 现在就我刚刚讲了吧 今天的民众党这巴西立委的记者会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只是希望把他昨天那个肮脏的历史翻页而已嘛 结果翻页结果失败了嘛 他失败的革命嘛 因为老科一开始 你们真是笑的嘛 这老科出手了 老科一开始说外行嘛 就刚刚因为我们第一轮我们没有谈到细节 因为立法院的很多细节 确实我们这两位老弟都比较熟悉啦 尤其他们都跑立法院跑了超过十年的时间 比他们这几个宝贝立委都要专业内行 黄三年怎么会懂立法院呢 黄三年是当过他唯一的人生的历练是什么 就是当个律师 然后当过一个议员嘛 选个立法委员都选书嘛 落选的立法委员嘛 那黄国昌在立法院里面 他怎么敢提出这种四大主张呢 这四大主张荒谬之奇嘛 所以 刚刚讲的 如果这是老科 那完全符合老科的说法 前面刚讲 民进党本来就是要进步一个 所谓的国会改革 送点来咯 立法院政府院长是不是适任 应该以他适任国会议长为考量 而不是用各种诉求为前提 第十一届立法院要组成的时候 好像刚刚讲 新民意对国会制度的 国会改革的修法的形作 各党团的主张都给尊重 我们都尊重 本党团要依照新的民意盘点过去的国会改革 也就是国会议长只有一个重点 他本身适不适任 当然是这个问题啊 而且立法院他提的财政 我经常我也看不太懂 因为我跟苏家群很熟 你去查查看 立法院本身预算一年多少钱 几十个亿而已 对 很少很少 少钱 钱少得不得了 公关费都不太够 有个什么鸟用 立法院的财政也变成 他们会讨论的项目 这是土包子嘛 完全外行 这个外行的人 可能也包括了柯文哲的 背后的指导 下指导旗 好 那现在问题在哪里 所以我提到了 他的目标 为什么那么快 因为2月1号还早 照我们往常的惯例 你也知道 他可能在投票前夕 对 就有些人在这边 互相联合 在这边沟通协调等等 现在彼此 刚刚被伤害的国民党 怎么可能跟民众党 再一度的用这种蓝白和的合作 万一讲得起来简单了 如果是韩国瑜 又跑去跟他们谈合作 又签了几点协议 就投票当天出来 不是这个结果怎么办 我昏倒了吧 对不对 所以我讲的 最近在网络上盛传一句话 就是骗子能够骗多久 是傻子决定的 好 另外就是 今天 怎么突然 我其实看到 拜登讲 我支持台湾独立 我也不一定惊讶 因为这他们一贯的政策 今天这个所谓的代表团来 我也觉得 过去也有这样的惯例 可是我觉得 诺鲁这个东西很有趣 因为 美国跟中国 在这个南太平洋 已经斗了很久了 他之前为什么开始斗 就是因为吉里巴斯 跟这个所谓的所罗门 被中国拿去了以后 美国开始调大兵来这个地方 怎么大军都来了 他还敲的动诺鲁 全部都在测试 赖清德的压力测试 你知道吗 赖清德的压力测试 你看 诺鲁是什么事情 诺鲁今天为什么 中共有很多 巴拉圭 瓜地马拉 现在吴钊燮不是在 瓜地马拉吗 那还有图阿鲁 诺鲁都可以拉 为什么光光就是拉诺鲁 就是要重演 2002年那时候 对阿扁的这个羞辱 什么意思呢 阿扁忍不住 2000年提出四不一没有 2002年他当选 民进党党主席之后 诺鲁给你断交 结果阿扁忍不住 8月2号马上提出什么 一边一波 隔天股市大跌 你知道 现在他就在测试赖清德说 我今天给你拉洛鲁 你会不会真的 你也跳出来跟阿扁一样 就是要让你打出原形 意思 不过真的认为 民主那几个真的是草包 为什么这么讲 你讲话这么谨慎的人 都说他们是草包 不是 因为你知道吗 这个上班第一天 大家好不容易可以过个 清闲日子 因为选举大家很激烈 但是你今天来讲 你提的东西来讲 代表说你民众党没有 你想求表现 大家都知道 问题是你表现 让人家更加看破你的手脚 你根本就没有内容嘛 不是吗 刚刚都已经提到了 那整个立法院的运作 黄国昌 你连宪政的各部会的基本职责 你都搞不清楚 黄国昌不是你总统 你连总统制内阁制 还有台湾的双首长制的精髓 你都搞不清楚 而且黄国昌是法学博士 黄国昌是在教过宪法 那他完全不晓得这个概念吗 那为什么提出那么奇怪的 这样的一个诉求呢 那当然你知道 就是大家以为说 两党好像都要靠这个 这个白色力量 我本来以为是这样子啊 关键少数 但是你不要忘了 如果在国会当中 依照过往 国民党跟民进党 好来好去的 这样的经验 你会不会被抛弃 被丢包 你变成是刚刚你提到的 绝对少数的概念了 所以这时候呢 你知道民众党自曝其短 我可以说自曝其团 那自曝其团的话 只能当大家看笑话 那你现在说真的 我都听到一些耳言耳语啊 这个民众党好像选的还不错 300万票之后 北京好像看起来 慢慢的开始在 就对他来讲抱着希望 但是不要骗了 你柯文哲不要再去配北京了 你北京如果真的是 被他拉下去来讲的话 告诉各位 他就是草包 你这个北京也会变成一种草包 今天有一个新闻 我觉得我非常惊讶的是 蔡碧如居然退出了民众党的群处 我把它讲到 这一次整个民众党最让我感动的 就是他们这些 等于说开疆辟土的人 特别是蔡碧如 一个人赤身的 到了最难选的中一选区 结果呢 打下了一片江山 对于这个所谓的蔡其章 造成其重大压力 你不是讲说阿伯没有输吗 民众党没有输吗 你阿伯拿了369万票 你今天的这个立法院不分区的席次 拿了8席比5席多了3席 可是蔡碧如 她居然就静悄悄的 一个在刚刚讲的 12点14分 凌晨12点14分 一个在上午的10点56分 就退群住了 退群住之后 黄珊珊怎么讲 黄珊珊 我不知道她有退出的消息了 碧如姐 是民众党的重要资产 保留这句话真的太恶毒太阴险了 看起来像是在捧蔡碧如 她说你很重要的资产 保留你知道她真正的文艺是什么吗 她是在跟蔡碧如讲 你生是民众党的人 你死也是民众党的鬼 你休想跑 她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 讲这句话 理由很简单 因为有另外一个消息 另外一个消息说 蔡碧如打算接台中市的副市长 那完蛋了 她这是在做什么动作 把蔡碧如抹蓝 蔡碧如刚好她是退出两个群组 不是一个而已 一个叫做支持者群组 对 一个叫做党团运作群组 但这件事很怪 因为蔡碧如早就不当立委很久 大家知道她从论文案 她就已经死了嘛 所以你这个时间点 你去退出立委群组 说不通 如果你要退出立委选举 你应该在你持续立委职位的时候 就退出来了 对 而且与此同时 蔡碧如退出的支持者群组 也有大量的人 我们可以讲 数以百计 同步的退出 所以代表民政党内部 现在真的出现一个分裂的问题 但你说好 那这个时间点 你去把蔡碧如 往卢秀恩那边去送 你去把蔡碧如抹蓝 然后就感觉起来 好像真的她要去投奔敌营了 这时间点做这些句话 到底是要做什么 所以她其实理由很简单嘛 到底这个消息是谁放出来的 不是台中市政府吗 对 理论上是台中市政府嘛 文贵的常理就说 市政府要试水温嘛 我泡一个人试 然后看看各位这个做法行不行得通 结果马上被台中市政府打枪 你知道为什么吗 台中市政府直接做一个动作 我立刻发布新闻 公布两个新的副市长 他告诉你说 我卢秀燕做事情是这样做的 我今天要推出什么人 我不会给你放风声 所以至少赖淑慧跟郑兆熙 对 而且他有给他封号 一个叫做事务官 一个叫做年轻人 换言之他再跟你讲一件事情 这件事跟我台中市政府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有意思啦 天哪 你今天把这个蔡壁如头先闪至你 把他孤身伸入了这个狼群 然后你对他不闻不问 你对他所有的资源都不给他 甚至在安排柯兵的 这个所谓的助选行程里面 还故意拉掉了这个壁如 最后 还有人 一把刀刺向他的背后 保利跟你讲到重点 这叫断他后路 他不让你跑嘛 所以今天不管这个消息是真是假 不管蔡壁如跟卢秀燕 有没有讨论过这件事情 都随着新闻曝光完全化为乌有 已经终结了啊 我可以跟各位保证一件事情 第一个 这个不是国民党放的 第二个也不是卢秀燕放的 所以只剩下两个人有可能 一个叫做民进党 你说民进党弄蔡壁如干嘛 当然有意义啊 因为今天蔡壁如能够 但最有可能是什么 党内 他就讲一句话说 我跟你讲 这个国民党他有卧底的嫌疑 我们要小心他 今天民进党挑战他 民进党有卧底的嫌疑 我们要小心他 透过这个是什么 挑战忠诚度 去指引了忠诚度 好 厚生 其实这件事情 我本来也觉得很单纯 怎么突然跑出了 第一个 蔡壁如退出两个群组 然后又传出 蔡壁如要去当台中市副市长 然后台中市马上 把两个副市长名额弄出来 这中间真的比我们想起来更复杂吗 我跑新闻那么久 我从来没有看过 否认人是按否认的这么快 对不对 他又不是一个很差的人选 如果是一个很差的人选 我马上出来讲 没有这个人 我没有笨到这个样子 不是一个很差的人选 为什么否认这么快 台中市政府在讲说 蔡壁如不是我在玩你 不是我在玩你 我如果要玩你 我要玩你就多拖两天 台中市政府这个动作 是讲给蔡壁如听的 对啊 如果我要玩你就 子弹在吹一吹 大家子弹在飞一飞 风吹一吹 人群好 我就用人群不好 都不用 这常规操作 今天这个是不正常的操作 就马上跟你讲说 我没有 我没有在炒作这件事情 我没有在玩你 那蔡壁如在退群组这件事情 蔡壁如 我这样讲 蔡壁如 刚刚讲的时候 雨萱讲说国民党来的 民进党来的 蔡壁如是台大医院来的 他是一路跟着 跟着柯壁到家 没有蔡壁如没有民众党 我觉得这样讲不过分 假如说你一路跟着 跟着他到市政府 然后到立法院 论文扯到一点点不干净 你叫他辞职 他马上就辞职 马上就滚蛋 对民众党的牺牲奉献 没有人可以跟他 没有人可以跟他比的 他自己也知道 他自己的敏感度 他为什么在这时候去退群组 对不对 他当然知道他一退群组 就是大新闻 就是大家都 当然啊 对啊 为什么退群组 就很简单吧 我已经被推到非常非常外面 心灰意冷了 才会在这时候去退群组 那我也没有要 马上跟盧秀燕干嘛 以后如果怎么样 我觉得盧秀燕这处理也好 以后怎么样 以后再说 你先把你前面那一段 你斗不斗的赢这些人 斗不赢的话 你如果认输 想要另起爐灶 我们再来谈 你现在这个状况 对你也不好 对我也不好 讲白了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 黄森燕 你从蓝白河到现在 就是非常非常pure 讲究纯粹性的方式 在经营这个党 就是不是朋友 就一定是敌人 这种打法 我觉得很恐怖 假如武董刚才讲 有些国民党立委 想要跟他们合作 你试试看吧 什么时候把你跟他对话 全部都念出来 你就知道怎么死的 你说他什么都可以卖 我去 过去这段时间不是这样吗 他们前一阵子不是才把 才把跟国民党的什么东西 都通通通翻出来吗 他柯文哲也是一样啊 韩国瑜私底下不是这样讲的 你国民党的人 如果心存侥幸跟他玩 你就试试看 而且我跟你讲 你今天韩国瑜讲的话 你韩国瑜如果敢跟他谈 我跟你讲 你保证你国民党内 自己的票都开不出来 好 戴雨线 现在有人讲了 现在选完了 潮水退了 谁没有穿裤子 大家都知道 柯平之前不是讲的吗 他要做统计啊 那谁的民调做错了以后 他要给他好看啊 就现在看来 现在全部最不准的 就是你民众党的内参民调 而且民众党的内参民调很清楚 你是拿来骗你的知识者 如果一个政治团体 一个政治人物 对你的知识 你都敢撒下瞒天大谎 你还有什么谎 你不敢说的 首先吧 柯文哲他总共骗了三次 我们一个一个来细数 一条一条 算 没关系 因为潮水一直在退 第一次是什么 蓝白河 保育哥你还记得 蓝白河破局真正理由是什么吗 大家在讲六点声明 对不对 错了 他有个理文本 蓝白河的真正破局 原因是因为柯文哲 主张自己比较强 他都说没力了电子报 我不要嘛 我的民调里面 你国民党在给我拌账了嘛 到现在为止喔 黄珊珊都还在说 国民党是诈骗集团喔 我们只是报警而已喔 错了 因为 最后的投票已经证明一件事情 蓝白河就在讨论一件事嘛 我们谁强 谁当正的 谁当负责嘛 那时候柯文哲讲得很清楚 联合政府不是问题 国会合作不是问题 唯一有问题就是 我们谁当老大 这柯文哲亲口讲的啊 结果现在事实证明 你柯文哲在骗人 就是柯老三 对 你就是柯老三嘛 到了后来又骗第二次为什么 因为第二次的时候 他跟你讲说 诶 我们没有弃保这件事情喔 反弃保喔 因为真正的老三是侯友谊 要弃侯保科 而在这两次的过程当中 柯文哲到底知不知道 自己真实民调状况是怎么样 我跟你讲他保证知道嘛 他清清楚楚嘛 但是他依旧叫黄珊珊选择性的 用透过假民调 透过这种他们自己相信的 科学魔法民调来去碰轰嘛 为什么我敢这样讲 因为保留跟他可能你不知道 他们私底下有做一个动作 到处去收集美丽岛电子报民调 倒是叫人家要嘛 所以代表他们嘴上说 我不相信这份民调 但实际上怎么样 很在意 但我觉得最过分的 就是柯文哲讲过一段话 就是说到了已经选举 最后关头的时候 他竟然跟大家报告说 我跟你讲啦 没有啦 这些很多民调公司 都假民调 所以都假民调 我现在一个一个 把他们造册列管 你知道吗 把他做记录 到时候呢 我选后 一家一家 清算 潮水退了 就知道谁没穿裤子 完蛋了 他没穿 没穿 到处乱跑 黄珊珊也没穿 柯文哲也没穿 但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是 第一个 今天黄珊珊弄这个民调 你如果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你用欺骗 用骗数 用欺瞒的方式 你至少要对你的选民 到现在说 对 我们的民调错了 结果保德哥你知道他没有认错吗 没有 他说这个叫做 我们要滚动式检讨 我们再去了解看看相关的状况 所以显然嘛 打死不认嘛 不是这件事情 让我很火大的原因在哪里 就是 台湾刚刚讲 台湾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公民社会 台湾我们有很多中介组织 不管你的意识形态如何 我们在各个领域里面 都有一些人 勤勤恳恳非常认真 不管你的意识形态 他们都非常尊重自己的专业 刚刚讲民调是一种非常专业的形成 你要长期的累积 你要去有经验的判断 而且你要对你的研究方法 那个取样都是非常的 得说是符合科学根据的 结果民众党为了要慎选 民众党为了慎选不惜 打破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的基本信任 不惜打破这个社会的专业 你就算知道这个人 诚诚恳恳长期的努力在民调上工作 你都可以去毁谤他 都可以去质疑他 我觉得是恶劣卑鄙无耻下流的行径 结果这些卑鄙无耻下流的行径 他们居然敢一道菜一道菜地蹲出来 你讲说你是科学理性物实 对我来讲 人道健康科学民主爱国是我的信念 科学民主 这个是一个不可变的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都有感觉到五四的这个一序 我们都知道德先生先生和赛先生 可是 你一个满嘴科学的人 可是你居然用一个最恶劣的方式 去毁调科学的根基 老大哥 我觉得事不过三 因为过去黄珊珊 就已经曾经在台北市长玩过这一世 而且当时她的做法也是说 你这个民调不准 包括我们讲各家嘛 梅利岛 电子报 ET Today 然后各家民调 她到家都有做出来 相关处是说 你黄珊是老三 就她那时候跟各位讲说什么 说这些民调都错了 我是第一名 我有机会赢 她亲口在选前讲的 结果同样的戏码 到了2024年的总统大选 你依旧玩一遍 但为什么我说可恶 因为可恶在一个点是 不管蓝白河的破局 不管是反气宝 你希望所有的选民 把投票集中在你身上 而你主张的是说 是因为我最强我最大 九宝杰克 他们现在说自己是什么 他们现在说 我们是弱势的小党 我们是第三者 我们是新兴力量 能够拿到这样的成绩 已经很好了 你过去为什么主张说 你要当老大 是因为你比国民党还强 你说过去 不是 黄珊珊在台北市长的时候 她一直坚持我是老二 我有可能第一 我觉得就一个选举策略来讲 我要强化我自己的信心 让最后一刻不崩盘 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 后世我最不能理解是 你去强化自己的信心 去坚持自己的基本盘 我都没有意见 可是他们可怕的是 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摧毁 污蔑 攻击 各种这个社会 跟你不同的意见 就算人家长期以来 诚心恳恳 你只要觉得有危害 你就毁灭 那你跟共产党 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他买的就是民粹 而且你要看 黄珊珊这是惯犯 之前你已经讲了 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就说他第一 结果证明不是 这次又来 我们跑新闻很正常 我们跑新闻都听到 各阵营自吹自擂 每个都会跟你讲 内参民调 内参民调 内参民调我们就一笑自知 好你自己评估是这样 你就算了 我们写 一般民众看到内参民调的时候 也就一笑自知 反正就知道你碰空 他不是 我拿整套的样本出来给你 我编一整套出来给你 对不对 你有人做到这么恶劣的吗 我编一整套假数据出来 对不对 你这就是刚刚讲的 摧毁大家 大家对这些事的基本心态 对 我们过去因为民众党 我们上了好几个月的民调课 什么政府误差 跟你讲说手机比较准 事实话比较准如何如何 事实证明什么 事实证明是 你如果是 你这个机构 准不准在你这个机构 T台 美丽岛 ET Today 联合报 联合报 每个都准 只有你不准 就是跟你调查发发没有关系 跟你调查机构本身的诚信有关系 你认真诚实的去做 你东西就会准 你今天来讲 民众党就是很恶劣是说 你自己讲的那一台民调 你说人家是侯老三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没意见 你编一整套东西出来骗人 这个就非常非常过分 我就不知道说 下一次你在讲说你民调第一的时候 还有谁要相信你 所以董事长你刚刚讲那句话 骗子能骗多久 是傻子的决定 可是我没有想这个骗子 完全没有底线 不是 这个骗子很恶劣 是你刚刚讲的 最糟糕的话 他的骗 他欺骗的对象是 支持者 是他的支持者 是他的刻意的 把拿做了一大堆的数据 来欺骗他的支持者 怎么会有这种人呢 我听你 你跟我骗 然后毫无悔意 继续骗 不是 不是毫无悔意 没有任何羞愧的感觉 没有一点 他因为台湾社会就是 大家对这个道德这个字 好像字若罔文不存在 这个政治人物 我们都是大学毕业 都高等知识分子 他对他这个行为的这个标准 没有道德两个字 毫无道德的下限的问题 一点都没有 而且是法律人 都是大学 都是博士 硕士 然后对象是很可怜的支持者 为什么可怜 20岁到40岁 你知道多惨吗 多惨 这20岁到40岁被骗完以后 他们未来的生活怎么办 未来现在面临到 你看 落鲁断交了 美国不支持台独了 航空母舰来了 马上ECFA要毁掉了 贸易大战开始了 你这个过程中有两个机会 你要讲真话 我不要说你骗人对不对 你今天已善尽 我们民主制度的核心问题 选总统有两个结果 一个选过程 一个选结果 你在过程中用你的辩论的力量 让三个同样担任总统的候选人 讲实话 让他的政策面临选民的压力 调整到把台湾的利益极大化 对不对 这是我们一个选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思维 一个标的 第二种是什么 选举的结果 下降民进党 这两个都可以改变国家 都可以把台湾创造一个比较健康的未来 他们两个都不干 他两个都不要 他说他会当总统 然后大家跟我走 结果变得怎么样 募款募到十一点五十九分 你碰我那么恶劣 你碰过没有 我一个月薪水三万块 两万块 募款到最后一秒钟 台下的这些小草哭成一团 黄珊在台上干嘛 笑 在偷笑 然后他老婆陈佩琪医师 两三天前 他老公就跟他讲说 民进党不是那么好爬 他已经输了 三天前就知道输掉了 还在骗骗骗 在选举的时候 就一个很大的动作 看什么 收押郭台铭这些 帮他联署的这些庄角 之前一个非常关键的 潮州 屏东潮州镇长 周品权被收押 对 可是一选完 他被放出来了 对 这次来讲的话 真的是直接告诉大家 就是选完了 选完收工 就直接把他给放出来了 选完收工 他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出事呢 是11月的19号 哇 这个有积压的可能性 有积压的必要 因为有串正 而且呢 那个金流还没有查到 然后马上呢 积压 获准 获准之后呢 他就 查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500万 而且呢 这500万里面 其实评检蛮厉害的 500万里面 他们竟然找回多少钱 490万 真的很厉害 找回490万 周平权说 我都搞好厉害 我可以回家了吧 不行 擠压 周平权听说当下 脸 哇 你们500万 我 回去给你490万了 490万了耶 没有办法收压 那收压的问题 不是针对他 不是针对周平权 去勾后面的周点论 周点论 所以周点论的住家 他才会在早上的6点半呢 调查局翻墙进去 然后呢 直接开票 把他给押走 押走了之后呢 大家想说 你稍微演一下也好吗 因为 你是11月的19号 我们跟大家讲 11月19号 他来说的话 檢察官 本来就是一起两个月 你也没有剩多久了啦 你最多去押到1月19号 那你就放人就好了嘛 不演了 直接14号选完 14号 回家 哎 我在想说 你有需要做到这样吗 14号选完 14号回家 15号 来 复职了 复职 再把这个硬件 硬性交回来后 操作这场周平权收压 两个月 今天复职了 这就告诉我们 大家一件事情 你说这有没有政治力 你关他 你关到1月19号 你不要申请延压 早上让他家人去接他 放我的就好嘛 但是 我们评价不是这样哦 我们评价要告诉大家 我们有做事 需要的时候呢 积压 把500万里面的490万 全部拿回来 选完放人 连几天都不演了 但是呢他 他后面的是谁呢 是周典论 但现在周典论 现在还在里面 对 因为他交出了490万 那周典论呢 这个东西你就要去解释 但听说周典论议长 到现在脚还没有软 所以呢他还撑住了 撑住的话 那可能就 就等要在里面过年了 但周典论重不重要 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个是全台湾说要 三十几个人里面 串到最高的 你一般 唯一的议长 唯一的议长 唯一的A类 其他的人公庙的 有一些 比较疼 我出钱 就挡住了 那有些呢 到后面的层级高一点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从这个政长 然后呢他的一条线 是到周典论 周典论是议长 那现在来说的话 这笔钱500万 这笔钱到底会不会牵扯到其他的人 那周典论如果他有 撑住的话或许还有机会 因为选都选完了嘛 如果没有撑住的话 那可能有网上继续查下去 那这个事情 会烧到郭台铭吗 如果真的是查下去的话 那就有两个可能嘛 第一个周典论要证实说 钱怎么来的 他有机会说 这钱我出来啊 500万没多吧 这出来500万 现金大家都有啊 但是你这个金流 如果你要怎么去说明 因为这一次评检很厉害 评检办这个 找一个做毒品的 做毒品的检察官 所以他勾金流勾得非常的轻 你可能无法说服他 那如果无法说服他 可能就网上烧到郭台铭先生 柯文哲以前是一个 最有名的先生 他一早起来勤做工 所以刚刚讲到 礼拜六大选刚刚结束 礼拜一大早 我们看到了 新任的这个八个不分区立会 马上开会 然后看到 马上对于蓝绿两党叫板 那马上丢出四项要求 他们说我们在出考卷 要求蓝绿两党 来这个所谓的答案 就没想到蓝绿两党 根本没有什么回应 蓝绿两党根本就给他碰一个软钉子 甚至民进党直接发了一个函子 也讲说 立法院长是任于否 跟这些条件一点关系都没有 现在传说来说的消息就是 如果你在整个选举过程里面 或者过去的八年里面 你什么都可以骗 你什么都可以推翻 你什么都可以不承认 还有你什么都可以出卖 在这样的状况下 未来蓝绿两党跟白色的合作空间 真的会减低吗 现在蓝绿两党如果跟白色 完全没有任何合纵联合的空间 未来的立法院 它有可能被边缘化吗 好在这一段里面 知识人媒体网易德 也加入我们的讨论瑞典 你好 大家好 好 刚才讲的是 今天八个人 然后呢 讲了一句是吧 检讨啦或什么 我们就要这个拼命啦 马上开会 开会的时候我们丢了四项的要求 蓝绿问题来了 你要跟我作答 我觉得好笑的是 没人理他 好姐 为什么没人理他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未来的台 这个民众党最大的发挥空间在哪里 立法院 如果立法院他没有声量 没有表现空间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 萎缩 他就萎缩 没有任何的声量 没有任何的表现空间的时候 请问你这个民众党会怎么样 就自然自然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现在蓝绿 这个想法都很简单 我就冷落他 边缘化他 他自然就没有办法壮大嘛 可是当日不是讲 立法院长很重要吗 当日一直在炒说 到底要不要蓝白河的关键 就是立法院长 要不要支持啊 结果现在 他也不说你支持蓝 也不说你支持绿 我就说我开一个考厅 看起来正大光明啊 没错 事实上这个柯P也知道 我要维系我的民众党 还有我的立院的声量 第一件事 我就要炒作所谓立院龙头 报警长 立院龙头是现在才开始讲吗 没有 他在选举后段就开始讲了 一直讲 韩国瑜 游习宽 游习宽 他就一直在讲 选后第一件事 他也马上讲这个 你看今天早上这样 大家都想要知道说 你要提名 你要支持谁嘛 我跟你讲 为什么他不讲 因为讲破大家都知道 你在玩什么把戏嘛 所以他今天先丢出一个 我们现在是站在一个高度 所以他就说 请两大党有志于国会龙头 请交代你的 国会改革蓝图是什么 具体回答我们提出了四项承诺 那你的答案是什么 接受还不是接受 这作为民进党的下一步 我们绝对会 我们决定这个立法院院长的时候 我们采取一样的态度跟立场 好凶悍喔 对 然后还说什么 我们黄珊珊说 我们今天只是出考题 看蓝绿要不要回答考卷 等到蓝绿都提出他们答案 我们再讨论下一步怎么说 你谁啊你 好像是这样 我才是这个决定立法院院长的人 你们都要听我的蓝绿 你们都给我出 答个这个考卷 然后还说什么 我们是这个八个人 所以我们是团进团出 不会有个人意识 假如我们很团结 我们会支持 你们蓝绿两个答得好 我们就支持谁 那现在蓝跟绿 国民党跟民进党 有回答吗 而且目前为止 蓝军来说的话 除了赵绍康他们那些人 已经不是核心人物的 有回答 赵绍康不是核心人物了 他目前还不是嘛 除非他回来党部 另外一个核心人物 目前为止 已读不回 没有人回答什么 对不对 目前为止是这样 这个民进党这边 柯建平他就丢一个声明 他说这个 我认为这个立法院院长的 这个人选来说 用私不私认嘛 那跟国会改革有什么样的 我们也会坚持国会改革 但是跟这个答案 没有关联 没有什么相关嘛 对不对 而且我跟他讲 事实上这一次 如果你提到这个民众党 所提出的四项承诺的话 我也觉得 根本就是天方夜谈 因为里面 你说是 那个什么 天方夜谈 建立国会听政会 这个本身就是个修宪议题 所以他提出这个 而且这个也是 证明了什么 证明了他们根本对意识 什么都不是很了解 那对很多政策 也不是很了解 丢出来 反正我就丢一个 丢一个来说 我觉得目前为止来说 蓝绿都不理他 那为什么蓝绿不理他 我觉得主要几个原因 第一个 我们这一次的蓝军 事实上被柯文哲修理得很惨 一直骗他 一直骗他 从之前蓝白盒一直骗骗到 六项协议都签了之后 他也不承认 不承认之后 最后给你冰的武汉 在军乐饭店上演所谓的 这个分手大戏 现在战后的时候 你看现在蓝军里面 有非常主流的声音 就是谁导致的这个蓝白盒 最后没办法下架民进党的 谁是最大绽放 目前为止都只是 这个黄珊珊 那黄珊珊你现在又是 重要的领导人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请问你蓝白要怎么去合作 那你这一次 你从选前消费韩国瑜 消费到现在 韩国瑜跟我什么钱 然后韩国瑜都 自己都出来说 我要跟你割袍断议的时候 请问韩国瑜现在跟你合作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才说目前为止 他们两个之间的 这个合作气氛 几乎是不太理想 而且我说跟你合作 那你真的 会签什么协定吗 签了之后你会不会毁约 我也不知道嘛 所以我才说 目前为止 他在这个蓝莹这边来说 似乎我觉得蓝莹很多人 都已经有点却步 那正在绿营这边呢 的确 我觉得目前为止 绿营会比较紧张 因为他当然希望在国会 很多会议 过半 能够推很多法案 能够过关 可是问题是呢 目前为止呢 人家就说嘛 如果你假设跟民进党 一起合作 那你就是小绿啊 那小绿的时候 那你怎么去发展 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 其实民众党 我觉得他们也看得很清楚 反正他们现在就是 我先把我身态 身价抬得高高的 那你没要 就来拱我 我这样子 但我很担心是什么呢 最后你是有行无事 有行无事 就是你把他价格停得太高之后 没有人理你 那我觉得目前为止 似乎两党的态度也是这样 很多法案来说的话 蓝绿可不可以合作 如果蓝绿可以合作的话 有些两边合作 那你要你白银要做什么呢 董事长 今天民众呢 敲锣打鼓 丢出了四项的考题 要求做四个承诺 四个承诺你要有听证 你要人事同意权 然后你要就 那我再根据你们各党 做的这个答案 我再来开会 我再决定我的下一步 可是你说 今天蓝绿两党 你根本不会答吗 各党兵荒马乱之中 突然间民众党 平地医生来 开一个记者会 要干什么 告诉大家说 你们粥也是老大 他 发起要当老大 当老大嘛 我们可以左右逢源 他可以 兵哥 他可以在那边 左摇右晃 想要耍嘛 耍 他搞一个一招 想要耍 结果呢 就搞了半天吃 变成什么状况 他提的四点意见里面 对 移笑大方 笑掉全台湾的立法委员的大牙 你用移笑大方四个字 对 你这四 你这八个人 全部是草包 都不懂 意识运作都不懂 柯杰明 平常我对他的话都反对 他讲很简单 一句话嘛 你现在要谈的第一件事情 就要跟我谈立法院长 跟副院长的人事问题嘛 那你这四点跟这个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以外还有什么好谈的 对 就第一句话打枪了嘛 那你们讲了半天是废话 然后第二件事情很简单 有个根本问题啊 根本什么问题 你记不记得以前啊 曾经民进党要有一次要 No 你孙明德要选 二月政争 二月政改嘛 对 他跟刘松反抢 对 那时候有国民党的人 有叛逃过来 对 那个中间的运作 我没有直接参与 我有间接参与 你知道在月黑风高的晚上 大家怎么样收买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怎么样立下承诺 怎么样开本票 干了多少事情 开本票 当然是 因为有几个是原住民嘛 蒋博 蒋博克典 这是可以谈的嘛 就是可以谈的时候 反过来就差一票嘛 就被民进党 张靖成 张靖成 阿扁的张靖成 出卖了民进党 跑掉嘛 对 因为当时阿扁的台北市长 他不希望No 你当行 就超过他 立法院长 不用那段往事你记不记得 那往事有一个基本原则 什么原则 就是信用 我现在跟你讲话都讲信用 诚信百分之一百 大家都一顾位 那是差五票六票耶 就瞧好了 你说瞧事情信用很重要 对 我现在为了 简单一句话 我现在都不要谈 什么过去未来将来都不要谈 哪一个国民党或民进党的人 没有人 敢跟柯P谈这件事情 没有人吗 然后确定 有人一大堆 一大堆一大堆 那确定柯P如果答应了以后 那柯P会讲话算话 假设我现在是小夫复婚期 我跟你瞧好了 我过去和你听你听到对 我签 签名 签完回去以后到党团开会 党团会怎么反应 那我问你 委员 他明天要开出来 不是这样谁负责 这一句话就完蛋了嘛 就党团被笑话嘛 我讲的就是说 我现场好朋友 我拿来举例嘛 对不对 譬如说副委员是我好朋友 我敢拿他名字的举例 但这个结果就变成 没有人敢负责 因为被骗太多次 签名都可以反悔 他骗得太 他一直骗 他从头到尾骗骗 最后到了募款 到选举的十二点钟 还要骗他的选民 骗到十一点五十九分 他还要骗他自己的支持者 连支持者都敢骗的人 他还有什么不能骗的嘛 那这个诚信原则 我问你 我不敢负责嘛 这我也很想当立法院长 我也很想拿到立法院的 这个整个主导权 你说他完全破产了 不能搞 搞不下去 那好你说现在很简单 那柯建民 柯建民跟他关系非常好 两个人老朋友 他敢瞧吗 当然不敢 他瞎就瞎死了 没有人可以跟他瞧 他的信用破产到 所有国民两党 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他的话 没有一个人敢跟他瞧 这个立法院院长 副议长的选举 因为不知道结果 但王威精有讲啊 他说 国会龙头的选举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问题 现在蓝白都没有办法 单独郭白 他直接讲了 政党基本上还是要有诚信了 总不能选前做一套 选后做一套吧 这都是属于放话阶段 你请洪威负责去恰商谈判 你看他去不去 他打死也不去跟你搞这个东西 都这么可怕吗 没有基础嘛 他讲话每天 我跟你讲他与时俱进嘛 他是浮动汇率 他不是他与时俱进 柯文哲有解释过 我进步的太快了 对嘛 进步的太快了 他浮动汇率嘛 他浮动汇率 他晚上跟你签 他现在投票当天一秒钟前改变 怎么办 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不可执行的变数 因此这八票 我现在在这边台湾宣布 变成空气票 以后永远不会出现在立法院 从空气相变空气票 八票没有用 以后八票在国民党党眼中 永远不存在的 因为还有八个傻瓜 加上这八票 刚好就是废票 好 后者 是这样吗 下一位他不是讲说 我们是关键少数吗 我们可以左右整个立法院吗 柯文哲还讲说 未来还要在立法院 东山再起的呢 我觉得他们或许有些 今天他们的心科很多 或许有些人真的相信 自己是关键少数 但我觉得 就是有些人知道 会蓝绿都不讨好 所以先恭喜你 我先表个姿态 不是人不要 我是我不要你们 我先表达一个姿态 他提那个试点 其实很空嘛 我先讲嘛 他从立委的利益回避 对 这个一条条文就结束了 你说立法院直接行事法 要修这个没有人有意见了 你就是说你自己有什么案子 哪个委会你不能参加 还是什么 哪一个审查 你要做lobby的话 你的办公室主任不能在里面 然后他还有一个 第四点 立法院长经费使用公开透明 立法院长有什么经费 你告诉我 当然没有啊 没什么钱嘛 就一个特资费 特别费而已 其实基本上其他没有嘛 历届立法院长 只有刘松凡跟王金平有自己 不知道哪来的钱啊 他们两个是做院长在贴钱 那个外宾来 我跟你讲 他们外宾来的时候 像王金平都要贴钱 如果到像民党这两个院长 可能比较call的时候 就叫外交部出钱 那时候像王金平跟刘松凡是自己贴钱 请外宾 那个吃喝喝酒 那个吃的喝的 那个特别费根本不够啦 只要讲公开透明原则 这个东西 要不然院长这样你做了 通通公开透明 你来做做看 然后他前面提两个 听证 一个是国会调查听证制度 一个强化人士同学 那立法院就没有调查权啊 立法院的调阅权是大法官解释之后才给你的嘛 我们讲调查权就是说我可以到你家去查东西去搜 像检察官去你家搜东西拿鞠票上门 有法律效益的 那比如说像监察院 监察院有调查员 监察委员有配调查员 到你那个地方去调东西 到你行政部门去调东西 我要的东西你不可以不给我 你立法院没有这个权利啊 当然解释是说你可以调阅 可以叫他把东西送来给你啊 只有到这样子而已啊 就像我们在 但行政部门还是可以把你涂黑 对啊就像我们要高端那个 好 立法院一直有在讲什么 叫做听证调阅 对听证调阅 就是我在调阅的基础上 我再多问你一些问题嘛 把人找来 来问问题一直有在讲这件事情 但是之前是因为 每个做执政长都不愿意啊 所以有国会多数都不愿意 这个他们可以做到 但是跟听证调查是完全两回事 你没有那个东西啊 再来就是人事同意权 人事同意权很简单嘛 你说司法院 监察院 考试院 这原本你的同意权 你说这个程序我要拉得更长 我要省得更仔细 这个我跟你讲 这个连内规都不用修 你议程排一排就结束了 其实同样的状况 我们在讲 我们讲的NCC中选会 这些东西也是一样 我要 我比如说 比如说我原本来讲 大把关对不对 我原本是一包一起省 我改一个一个表决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根本就不用修议事规则 我只要议程这样排 就这样了 每一个人单独表决 我每个都 每个都给你省半天省一天 这绝对做得到 NCC中选会也是可以 我也可以 其实也可以做到这样 这根本就不涉及修内规 但民众现在讲的 那你如果都不 第一个 要不然就是与宪法不合 第二个是你根本不用修 那你这四个干什么 所以我就想要先讲 先一马 讲说我好像要改革 你们都要来呼应我的改革 改革诉求 实际上来讲 以他的状况来讲 不管蓝不管绿 现在都不会愿意跟他合作 因为就是说 你前面的状况 大家已经撕破脸 然后你想要做关键少数 想要牵着我的鼻子走 可是国民党现在 他如果是国民党的 今天如果只有五十席 你就非得跟他靠他走步 我现在国民党是第一大党 我刚刚讲的 洪伟讲说你要来支持 不支持其实也无所谓 没讲的这句话 我后面等二轮投票 我韩国瑜一样过啊 我为什么非要你支持不可 有本事你去支持游锡坤啊 对 国民党很简单嘛 有本事你去支持游锡坤嘛 你要去变成小绿你去啊 国民党高兴得不得了 最好反对党的光谱 通通都是我的 今年是真正第一次三党不惯 我一直讲三党不惯 其实从来没有过 阿扁刚刚讲的1995大和解咖啡 那时候 施明德跟新党喝大和解咖啡 那时候国民党脆弱过半 是挖来挖去挖到 挖到在总统投票上面可以 今年真的三党不过半 这个协商有多难协商 我如果是韩国瑜 我听到我就头痛 你光看看你跟黄生生 跟黄国超那两个 你要怎么搞 真的没人敢跟他们谈吧 不是 我说那个谈不下来嘛 你光在那个地方协商 光在那个地方好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 绿营的包补款 你包补款是彻翼也好 绿营的所谓的媒体人也好 他说这个对我们单独之间很重要啊 我们要单独之间 就一定要跟绿白合作啊 他绿有这个压力啊 绿营现在有一支的这样的讲法出来 就是说应该要绿白合 他们原本这一次都是 选钱最讨厌柯文哲的 现在出来讲说我们应该要绿白合 因为什么 我才会有稳定的国会多数 我才会好做事 不然比如说我刚刚讲的 人事权 你可能处处受卡 或我们之前谈过的 包括你补贴台电的 补贴劳健保的钱 你将来要像蔡英文 你要钱赞预算随便傻 你通通都没有嘛 你很多问题都会碰到这些东西嘛 那所以他希望找一个稳定的国会多数 但是问题是 你今天要跟柯文哲要谈这一整包 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那时候 蓝白合八字还没有一撇 他跟你讲什么 我要财政部 我要主机序 我要基管会 我要NCC 那时候都还没有 八字都还没有一撇 现在我是关键的少数 你看你民进党如果敢跟他谈 你要被他拿走多少 而且我跟你讲 也是 你就算即便跟他谈成了 刚刚董事长的那个问题 也是一天到晚存在 他行政院会院会的东西 出来就直接 卖掉了 卖掉了 然后呢 今天答应的事情 明天又有反悔 你告诉我 結成稳定的执政联盟 重点是在稳定啊 你如果结成联盟不稳定 你结那个干嘛 好 刚刚讲说 今天 看到的民众 瞧螺打鼓非常振奋 人家都还在睡觉 我就已经开始开会了 开会了我就端菜出来了 要大家做题 可是我觉得没有事 大家都给你冷出力 还有民进党 干脆民进党党团丢了一个说 这个立法院长的市任与否 跟你提的没有关系 刚刚宝洁又讲到说 民进党内部是不是有人 要跟所谓的绿白和吗 对不对 但问题来了跟后支讲的一样 如果你要和 你是一个稳定的结盟性质 还是投机取巧的性质 我讲白了啦 你们大概不知道 民进党的支持者里面 痛恨柯文哲的程度 比痛恨国民党还深啦 这假的 柯文哲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一个背骨的那种 背弃的那种背信 背弃信义的那种说法嘛 所以我讲白了啦 如果民进党能够在立法院过半 当然最好 不能过半 请问立法院政府院长 有那么重要吗 没有吗 立法院政府院长在那边垂直 柯文哲自己都讲了 柯文哲自己都讲了 他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当副院长 为什么 当了副院长还要保持 什么政党行政中立 还不能干嘛 不能投票 不能干嘛 不能质询了 对不对 还少一席了 所以那是面子问题 现在的事实是这样 第一大党是国民党52席 可是他加上陈超民跟高金素媒 54席 他3席就过了 然后民进党51席 比较困难嘛 那关键少数 那8席民众党 你知道关键少数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我可以忽略你的8席嘛 很简单嘛 我可以告诉你啦 民进党今天直接回答 那么柯文哲他们的民众党的这个所谓四项诉求 很简单 立法院政府院长是否适任 应该以其是否适任国会议长为考量 而非先以各种诉求为前提 你听到没有 我就直接来打回去了 很简单嘛 给你软钉子 就算我没有政府院长 我民进党会死掉吗 因为更重要的是招委 八个招委嘛 民进党他是51席 你不要忘记啊 他是第二大党 他只差国民党几席啊 最重要的是你以为你以为民众党真的只是要抢那个所谓的副院长这个区吗 不然呢 他要抢钞伟 他在他有八个立委进了这个钞伟 他想要让自己有举足轻重 他要用钞伟去换啊 问题是 民进党或国民党会用钞伟跟他换吗 不会吗 钞伟有多大 钞伟是排整个会议的议程了 你知道吗 我让你卡在 国民党现在第一大党 所以国民党一定会抢到各个不同的招委嘛 然后我让给你民进 让给你民众党了以后 我以后民进党怎么办 我民进党怎么办 我民进党没有招委了 我没办法自己提案 我没办法自己排案 那我怎么办呢 对 还有 那么事实上呢 这一次的这个 等于说今天早上这个记者会啊 让我想起了一部这个中国很有名的 这个中国大陆很有名的戏剧 雍正王朝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雍正他曾经让他下面一个包衣奴才 叫做年庚瑶去当西北大将军 今天这个记者会 你知道为什么昨天那个 柯文哲要先召见这八个呢 为什么 因为他要让这八个知道 我就是雍正 你们没有一个是年庚瑶 你知道吗 你们这八个都不能是年庚瑶 年庚瑶今天退出群主了 那你 你说的是旧的年庚瑶 蔡壁如退出群主了 旧的年庚瑶退出群主了 新的年庚瑶在早上的记者会 产生了 你早上这八个人的记者会 你真的 你看起来 你以为是黄珊珊在主导吗 不是 是黄国昌在主导 你以为他们另外那几个人 包括黄珊珊在那 只当过台北市议员 其他那几个也当过台北市议员之类的 谁当过立法委员 你只有一个人 谁 就黄国昌嘛 那黄国昌 黄强走板 他当过时代力量的 他今天怎么讲 他今天说 针对柯文哲及民众党团 在国会改革所提出的证件 会强力旅行定期 要求总统到国会报告 哇 你的口气大到什么 你今天有个五十四席 你来跟我讲这个 还OK 国民党也就算了 你知道吗 你在八席 区区八席 你就说 我要定期哦 定期叫总统到国会来报告 立法委员 立法院可以 可以那么请 邀请总统来国会报告 总统可以拒绝啊 他现在是定期要求 理由是什么 他的前提是 柯文哲跟民众党团 他在国会改革所提出 那你们家的事啊 你知道吗 他把自己无限的膨胀 他提出这四个东西啊 我想坦白的啦 如果你要政治协商 你说 我答应你这四个条件 对不对 我们两个就结盟 那还有谈的空间 不是耶 他今天是说 我丢出这四个 你们哪个党可以接受 我们再来谈 谁跟你谈啊 我想坦白谁跟你谈 我告诉你啊 他们打算怎么办啊 他们打算在第一阶段 自己民众党要提自己的 政府院长的人选啊 那依照立法院的意识规则 第一阶段 立法院长一定要过半 不会过半嘛 不会过半 你第二阶段 你说话太疼 还是国民党的 这个韩国瑜当院长 国民党那样忧理 国民党根本不忧 没忧理嘛 那民进党也知道啊 你以为他那么 你以为民众党 只是单纯要跟民 如果要所谓绿白河 民进党十年前 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就是去扶植了柯文哲 所以你要知道 对民进党 为什么他的支持者 那么痛恨柯文哲 就这样 民进党 国民党跟民进党 本来就对立 这个无所谓 我们可以知道是政敌嘛 但是民进党 跟他的支持者 有一种草根性 就是我不能接受 我扶植你 跟我站在一起的人 最后背叛了我 柯文哲就是这个样子嘛 所以你就知道嘛 所以呢 那民进党也知道啊 柯文哲现在 我讲柯文哲的 这个等于说 他自己本身不讲信用 我们大概大部分的人 都会认为 选前他一定说 要支持韩国瑜 对不对 结果现在没有 他现在说 每个不同的议题 要每个不同的合作 他就是一个变成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很简单 他要利用 不断地在这个地方 这个议题 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 谋起他最大的利益 你知道那么这个 国民党这次 换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是蓝绿 蓝白 蓝白河在 没有提名的 你知道国民党 今天很多人跟我们讲 他们后悔了 为什么呢 在哪里后悔 在新北市的卢州 卢州国民党没有提 对不对 提了民众党的李友宜 然后呢 洪梦凯 尤淑贵 还有包括林金杰 这些人都去帮李友宜 这样弄了起来 请问在选前 李友宜是谁 谁知道 没有人知道 结果他选了八万票 当然林淑芬是 民进党在新北很棒 很强的十一万多票 但李友宜拿到了 有史以来最高票的 这个八万票 你知道 落选了以后 李友宜要干嘛 李友宜要在 盧州选议员 结果你的 你的这些国民党的人 来帮你 对不对 盧州本来国民党的议员 就很难选了 所以你现在要来这里选议员 你八万票 只要拿四分之一 你就当选了 那国民党的议员怎么办 养虎为患 摆明了国民党的议员 就会少议席 就养虎为患 而且 依照现在柯文哲 在很多县市都拿三成以上 六都都拿三成以上的票 明年的九合一 他会放过国民党吗 他不会放过国民党 所以摆明了国民党 跟民进党 大家都知道 现在最重要的 主要敌人 那只老虎 就是柯文哲 不能让柯文哲 跟民进党继续做大 这才是蓝绿的共识 好 体会 刚刚讲说 今天我是外行 我都被虎了 刚刚如果没有后置 那边解释 你丢了这四项承诺 要么就要休闲 要么就是马上可以做的 那根本是个笑话吗 本来照道理讲 像民众党这种少数政党 在西方国家的国会当中 的确可以扮演 关键少数的角色 但是问题是 他把自己玩坏了 你如果按照黄国昌这种 以前在玩坏 时代力量的一个做法 现在要玩坏 民众党是有可能的事情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 我们讲过嘛 这个政党他到底要干什么 他今天是要干嘛 是要跟排除蓝绿吗 那你要排除蓝绿的时候 到时候被蓝绿反噬 你自己可能被蓝绿吃掉 也不一定啊 说什么意思呢 就大家不给你 刚刚提到的 把他边缘化嘛 那因为你在立法院当中 每一个议题 你民众党现在就取巧嘛 你以为你自己关键少数 然后你想这个议题 我要跟绿影合作 这个议题可能跟蓝影合作 然后两边左右逢源嘛 但是问题是他 忘记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 就是在选前的时候 很早以前 刚刚瑞德讲 民进党已经讨厌他 讨厌到不得了了 这么讨厌吗 那些位置没有人敢 双边的关系是无法修复的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 民进党是不可能跟白的合作嘛 不可能跟民众党合作 那国民党呢 在这次选举 大家看得很清楚嘛 六点声明签了 结果进来可以翻桌 不是 而且还可以沾一张给对手 然后这种情况下 你今天国民党敢跟他合作吗 也不敢啊 所以到最后的结果就很简单 没有人要理他 没有人要跟他合作 然后 蓝绿玩蓝绿的 蓝绿自己本身来讲 很多在立法院本来就是朋友 不是吗 有些议题本来蓝绿就可以合作啦 为什么要找你白的合作呢 所以到最后完的结果 这种 我们一般来讲 应该叫做关键少数啊 结果他把完到自己 叫做绝对少数了嘛 所以到最后 绝对少数 没有人理他 你自己投你自己的 你八票就八票 然后你要跟谁合作 好 宇宙 现在这个诚信有这么重要吗 大家真的不敢接这个球吗 宝贝哥 我跟你保证 没有人会跟柯文哲谈生意的 因为你知道 对于政党合作来讲 它有一个概念很重要 你要能够买断 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说我今天要跟你合作 我要确保说 我们这是长期 比如说这四年之后 像时代力量 跟民进党之间的合作 或是怎么样 除了你这个立法院政府院长之外 我会持续提供你做一个友军嘛 而他过去的基础通常是什么 意识形态 政治价值 但今天民进党完全没有啊 对不对 我今天如果说跟你玩的话 我会出现一个状况哦 今天你站在我身边对不对 那我隔天跑到哪里去 我不知道国民党的没去了 我就等于是 我没有敬业的条款 我可以两边对坐 我一下帮你民进党 我一下帮你国民党 我可以两边买空卖空 对然后价格越跌越高 对他变成什么样 哎哎哎你民进党 今天要不要跟我合作 好那我这边跟你谈对不对 然后一个部会首长 哦那我今天政府院长给你 那你要给我一个 比如说什么部长 或者什么副部长 那我跑去跟国民党讲 哎国民党 民进党说要给我一个部长哦 你要不要跟我谈 不跟我谈我要跟他成交了 搞什么嘛 这就越谈越夸张 但是你说 在政治上没有人这样玩的吗 他会变两边叫价嘛 因为他不是基于信念 也不是基于选民的托付 来跟你做的结合嘛 这是第一个大问题 根本没有办法谈 再第二件事情 谁敢跟民众长谈啊 不敢吗 我今天跟你民众党 我跟宝贵跟你讲 进到同一个房间都糟糕了 我一进去之后 马上科文子开始大嘴巴 哎我跟你讲 那民进党说要跟我们合作 说那个部位首长 我在想想看 什么话都讲出来了 没有隐私嘛 他们没有什么不可以出卖的 没有秘密嘛 而且宝贵哥 你走进那个房间就完蛋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一定要谈诚 你没谈诚 他马上把所有消息都丢出来 错 谈诚也不行 谈诚他也会讲 第一个谈诚我会反悔 第二个是你明明讲 我刚才讲我最厌恶的就是 各个社会有专业 这个社会的专业有一定的逻辑 这个社会的专业是很多人 花了一辈子的时间 人家努力来做这些事情 你不但可以去糟蹋人家 毁灭一下毁灭这些专业 居然发生什么 路边 路边采访的 你可以跟我这种所谓的 乖 什么叫做 标准的民调公司的相比 咱们可以完全胡说八道 完全的这个完全 蔑视这个台湾的基本价值 宝贵哥你知道最可怕是什么吗 我们刚才看到那四点 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现象 他拿了四个看起来 那个夯不邓当的 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 好像看起来很专业 对不对 你知道为什么民进党 看到那个跟鬼一样吗 我才不可能跟你同意的 同意之后他会有一个结果 政府院长当了对不对 他就拿着这四点 这四年他就可以持续的临辞民进党说 你民进党是不是骗人 你民进党背信忘义 你民进党拿到院长之后 没有兑现承诺 那这承诺根本兑现不了啊 就是黄波昌过去对民进党做的事情 让六趴也是这样子嘛 国民党就是笨 跟他签了之后 他就开始六趴 六趴 六趴 跟你照三餐去临辞你 去凌虐你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这四点 民进党连碰都不敢碰 那六趴真的是袖才遇到兵 那完全不是事实 他们可以讲撒这个瞒天大谎 然后他们可以照假 照假说谎还毫无愧色 毫无羞耻心 我现在对黄三三的景仰 如滔滔江水了 你从刚刚回来变成黄三三 后来发现两个根本一路人 因为你这个东西 民进党这些很清楚 我如果答应你呢 未来这四年 我非但除了立法院长 每天被你羞辱 而且你每天跟我喊羞线 我还会长期变你的漏票 因为他会有个模式出现 而且瑞德刚刚讲一个关键点 今天你们能够拿下政权 是有很多的支持者 如果这些支持者刚刚讲 你民进党跟白色合作 现在是国民党 如果跟白色合作 你支持者不把你骂死 吐口嘴都把你淹死了 我另外一个讲一个大重点 民众党的民意基础 只有三百万 但国民党跟民进党的民意基础 加起来是一千万 超过一千万 而这一千万人 又有一个共同的共识 就是我们很讨厌民众党 对吧 在这种前提跟状况之下 你要怎么让国民党 这些支持者去背误 现在声音不只是瑞德哥在讲 说民进党看到他气得要死 国民党也炸锅啊 国民党说得清楚 所以你敢给柯文哲 所以试试看 我们宁愿自己提人 也不要看到柯文哲 也不要再受试于他 因为大家这半年以来 被他临持这种时间 对他早就资根治理 有人怎么可以说谎 说到这个毫无愧色的啦 对 当然讲到一个重点 过去我们讲 蓝白河他的 我以前常常讲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我终于知道天下无敌了 民调可以跟你以假乱真 然后可以指着 他最过分的不是拿出假民调 最过分的他是指入为码 说你们这些真的民调 通通都是错的 通通都是假的 而明明国民党最后开票结果出来 就是比民众长强 他也可以跟你骗半年说 半年来这柯文哲 就是最强人选 结果等到开票结果之后 拍拍屁股 不管说我们现在三党平均 大家鼎力相助 三党三分天下 我们来拼新政治改革 好董事长 我没有想到 真的 过去前一段时间是什么 讨厌民进党 这样先是讨厌国民党 国民党不倒 台湾不会好 后来有一个共同就是 我讨厌民进党 现在 讨厌民进党 变成有这么大力量了 他今天这个记者会 他是想要主导台湾的立法院 所以他丢这个牌出来 就是要争取主导权 结果没有想到 两党都不买单 而且柯建民给他 洗脸洗得更干净 所以你根本是个草包 所以这个是 结果这个很糟糕 那这个后面 明天怎么走下去呢 中间还有将近15天的时间 对啊 他有将近15天的时间继续要混啊 所以他没有办法再拖 再搞下去了啊 所以这个问题是麻烦在 大家把它看破了嘛 看破了 看破了 你说是不是有变化 当然还有变化嘛 因为毕竟啊 我们现在讨论起来就是说 有一个人性的问题 就是到底他要干什么 他到底要干什么 他要干什么 院长副院长 其实还是个好事嘛 还是柯文哲 还是想耍大家嘛 那柯文哲如何再玩下去 他现在发现一个核心事物 就是糟糕 我这个骗子骗不下去了 骗子骗不下去 他会不会有其他方法 他会有其他方法的 一骑不成再生一骑 他一定会有其他的新的计谋 但是这个计谋的结果 我还是我刚刚讲的 最后的结果 他会面临到一个 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就是票通通投给自己 然后他花样少一点 他就会变成头两轮之后 由这个国民党担任主席 跟院长副院长 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但这个事情结束之后 这民众党结束没有 没有结束 民众党还要继续在立法院里面 心风作浪 所以他现在考虑的问题 今天这个东西不灵光了 他后面怎么心风作浪 他心风作浪条件在哪里 因为柯文哲很聪明 他有一个最高指导原则 什么原则 刚刚这个瑞德讲的对 他是雍正 雍正这一次 他不关心连根咬 他要干嘛 你知道吧 他要彻底把 这个赖清德的形象毁灭掉 毁灭赖清德的形象 让他无法执政 让这整个施政瘫痪 才是柯文哲的目的 因为就在这个目的达成情况之下 柯文哲才有机会 在2026年的时候 获得大胜 然后因为很简单嘛 放眼未来四年当中 看到到了嘛 国民党没有能力争取年轻选票嘛 那这个国民党没有办法 争取年轻选票的这个结构 在没有改善的前提之下 那这个谁的天下 柯文哲的天下嘛 那柯文哲就利用这个优势 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就是尘世不足败事有余 他没有办法对台湾提出贡献 但是他可以彻底的去搞乱 把你赖清德摧毁掉 所以他在两年内 会扮演这个角色 因此民众党的缴获 就在缴获让民进党的执政 整个陷入无法推动的窘境 这才是他主要目的 刚刚听到吴东家 我吓死他说 现在柯文哲未来四年 最大的战略 是把赖清德逗垮 逗臭 赖清德如果逗垮逗臭的话 以现在的整个百块 年轻人没有人 是他的这个对手 他就可以拿下天下吗 而且赖清德才刚刚当选 他内忧外患已经出来了 刚才讲这个 我不看这个画面 拜登刚刚下了 刚刚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直接讲 他不支持独立 对没错 赖清德面临的这个状况来说的话 内忧外患 内忧来说的话 当然民众党的柯文哲他放眼四年 他当然一定会 兴风作让 那是毫无疑问 而且他现在 他现在想办法 做文所谓的 非绿阵营的老大 所以他一定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就是目前为止 最大的这个压力来自于 内部是民众党的 所谓兴风作让 另外第二个 在外部来讲的话 宝贤 我们台湾的关系 台湾的这个目前为止 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 中国跟美国就会对你 下非常多的紧箍咒 会给你下非常多的这个状况 让你压着你 我们看很简单 美国在表态 你要问到拜登说 Do you have a reaction to the Taiwan election 就是你对台湾选举 有什么样的反应吗 他只有说 We don't support independence 你说他直接讲 我不支持独立 就这个 对 就刚刚那个画面 对我不支持独立 所以你看美国 已经画下了一个红线 就是你不要给我宣布独立 那另外其他事情呢 我们再说 那为什么美国要这样做呢 很简单 美国现在第一个时间 他也派了非常多 包括前副国务卿的这个斯坦伯格 还有前国安顾问的这个海德利 两个来台湾访问 还有罗森伯格 为什么呢 他要画 不只是画下红线 他还要在 看看你要做什么 听听看你的意义 他们会担心 当面沟通 那事实上毕竟呢 美国是比较相信 所谓的当面沟通这件事情的 所以那事实上 他还跟单面沟通 所以那 因为华尔街日报说 台湾选举 为脆弱了中美关系 带来压力嘛 我们知道 今年的时候 我们不要忘记哦 前几天的时候呢 这个中国中联办 中国的这个所谓 党政的这个高层 刘建超 抬到美国去访问 中国现在是想办法 要跟美国 可能会不会有 破冰的可能性 如果这时候 冒出一个台湾的问题来说 搞不好会对中美问题 带来一些变数 你说现在美国很紧张 对 所以美国也希望 能够这样降温一个状况 再加上说 其实美国都有评论过 美国之前 他们的国安顾问说什么 这上最脆弱的是什么时间 是美国在总统选举 还有政权交接的时间 这时候美国总统 要忙着去选举 美国还要忙着很多 他们内部的失误 会变成是很重要的议题的时候 他不会来 对台湾的这个资源 可能会变得比较弱 你看我们举个例子 而且讲 现在美国居然是 双航母来的 双航母来的可能没什么 紧张 因为来很多遍 他说卡尔文森 是在满载的F-35C 经过台湾的 对 我们还想 是目前为止来说 卡尔文森奈在这个地方 还有雷根奈在这个地方 那卡尔文森奈 现在在台湾的东部 但是他其实早先前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然后进入菲律宾之后 在选举前几天 来到这边 然后在11号的时候 通过台湾的东部 而且听说 他是满载的所谓 F-35C的这个新型的飞机 所以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美国不希望 在这个时候插箱走火 看到今天爱荷华州 现在川普真的有可能 代表共和党了 目前为止 爱荷华州人 零下42度 但是零下42度 你知道 他们很多美国人 常常出来投票 投什么 投给一个共和党的 他们目前在做党内初选 所以你看 很多人都出来投 你看这么冷的天气 宝贤你看这个人 这两个人还穿着什么 印有这个川普的衣服 川普头像的衣服 他们无论有就是要去投 那甚至你看 这么冷的天气 你看这个川普的姿势 他的胡子都已经结冰 因为太冷了 但是他们有去投 排队去投票 因为根据目前为止来说话 民调里面显示 这个川普是一路领先 你看69% 领先这个迪桑德斯 还有海力 所以目前为止 他可以说是碾压 所以他如果真的胜出 在爱荷华州 警戒下来的话 搞不好没多久 就可以确定是差 那拜登跟赖兴德一模一样 他外面也很压力很大 内部又出现一个川普的时候 当然这时候拜登当然希望说 我外部问题 不要有那么多复杂的情形 好 瑞德 瑞德 我想都没想到 我们看过 很多人讲选举不公 很多人说我要验票 可是都什么 通常是第二名挑战第一名 还有这个差距 通常是一%两% 你说5%都已经很勉强 差5%都很勉强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真的对民众党的敬仰 如滔滔江水 你是第三名 然后你的群组 到处去传说 选举不公 我给你一百万票 你也没有办法当老大了 我觉得林之群律师 讲得最好 为什么呢 要做票也是第二名的 跟第一名之间嘛 怎么会有人去做票第三名的嘛 他们真的在炒做票 为什么 网红就直接讲说是做票就直接干了嘛 我觉得中选会太慢了 中选会应该在第一时间立刻驳斥嘛 很简单嘛 过去我采访新闻的过程当中 只发生过一次非常离谱的 为什么呢 就是民进党的主席 黄信仰元帅东正到花莲去嘛 那一次本来是第一高票落选 后来知道 后来去验票查票 后来抓出来是做票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很简单 因为这个投开票所 比如说有六百张票的选举人票 开出来超过六百多张 那当然是做票嘛 所以才因为这样把它抓出来嘛 那问题是 我如果要做票的话 我怎么会去做你第三名的 还有 我如果要做票的话 我只会在总统大选的选票 是不是做票嘛 民进党这一次立委 在台中跟那个桃园 选输成什么样子 那么刚刚董事长讲的没有错啦 我觉得赖清德还没有当选 当选后还没有就任 5月20号才就任 他一定想要下一任连任嘛 对不对 他最大的敌人不会是国民党 国民党现在几乎我们都认定 2008年就是现任的台中市长 卢秀燕的可能性最大 你知道吗 卢秀燕你不要看他这样子哦 卢秀燕有很多国民党的 这个政治人员没有的东西 叫做人脉 他人人人后不分男律哦 不分男律很会做人 所以呢 至现在呢 他自己高票当选台中市长连任之后呢 他台中市立委又胜嘛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 所以赖清德要最防的人 当然是柯文哲 柯文哲他会在什么时候 那么展现 他现在先训话 他要跟八个立委说 意思就是你们不能当林哥要 我是老大 对不对 各位你要知道哦 除了台北市选的不好之外 他的本命去 因为大家知道 他市长多数人很烂嘛 他在先北市竟然 拿到了64万5千票 他在桃园三成票 41万票 台中三成票 51万票 连台南都有26万 高雄都有35万 六都 六都 是他最主要的本命区 对不对 他也不算本命区啦 就是六都里面的年轻人 支持他最多嘛 请问他在六都 有这么多的票 他会在六都里面缺席吗 不会 六都的县市 六都的市长的大选 跟议员的大选 他或许没有办法 把所有的得票数 全部灌在他的候选人 但问题是 那么八九也不离十啦 所以他绝对不会放过 我问你 如果让他 现在是因为一个高宏安 跟一个金门 对不对 那么新竹因为他票不多 但是如果你让六都 让他攻下一个 那还得了 所以呢 事实上现在对赖清德 跟以后民进党在 民进党这次 其实总统票选的还不错 因为萨喀都啊 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让柯文哲 做大了以后 六都让他拿下一都 那就完了 那其他县 你不要以为 其他县市他就选的不好 新竹他有九万多票 新竹县十二万票 跟国民党是一败一败 苗栗他也有九万多票 账案化县也拿了 二十一万多票 我问你 你让他在各县市 插旗议会议员 然后县市的时候 让他坐大起来 伟大不掉 真正能威胁赖清德的 不是这个的国民党啊 因为国民党也在 随着他年轻人少 也在萎缩当中 所以呢 像我们都估计 明年底的九合一大选 国民党不会有 2022年 那么那么辉煌的 这个 比如说那样的一个成绩嘛 那一定会被民众党 跟柯文哲 蚕食斤吞 他如果明年底的九合一 选得不错 他一定会在2028年的 总统大选 卷主重来 那时候 我跟你讲 就不是两大一宗 而是三强鼎立 对赖清德的连任之路 当然会形成最大的威胁了 所以你说 接下来 大家会在这未来的四年 会杀得如火如荼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柯文哲就只有靠他 巴西的立委 想在立法院 那只是他近期的 柯文哲 我问你嘛 柯文哲是不是 最讲财政纪律的人啊 最爱钱 不能说最爱钱啊 他最对钱 最放不下嘛 所以连老人家 那一年一千块的 这个敬老金贴 从容敬老金贴 都要计较嘛 我问你 柯文哲在这次 总统大选以后 他赫然发现 有什么行业比选举 还好赚钱的 他的政党一年 一亿五千万补助 他个人一亿 一千万入贷 你知道吗 所以他一定会 继续这样子干下去 他不会因为这次 就收卡小就算了 我回家去开心农场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事实上 对民进党来讲 你如果真的 万一真的选择 去跟柯文哲的 民众党合作的话 那就真的是 自寻死路的 为什么 因为这次摆明了 雪玲玲的教训摆明了 817万的 这个蔡英文的选票 整整259万 回到了柯文哲 那个地方 所以真正会影响到 民进党 跟真正会让民进党 失血失去政权的 反而是不能让他 做大的柯文哲 好一圈 我去 越接近柯文哲 越了解柯文哲 他的票数越少 刚才讲到 2014年 整个全台北 也是疯狂 然后去支持他 他当时拿了 85万3983票 2018年 就开始掉了 掉了58万6千6百 到这一次 只剩下36万了 真的 海水退潮了吗 当然 保雷哥 这个就是一句 感情上的名言 因为误会而结合 但因为了解而分开 所以你仔细看柯文哲 他的选票 由北到南 特别是台北市 开出来的状况 根本讲说有够凄惨 为什么 大家已经接触过你 所以才会选择跟你向背 不愿意再背你执政 这个概念 其实跟哪里一样 跟民进党一样 当初2014年的时候 台北市长是跟谁合作 民进党 那时候让柯文哲合作 就到2018年之后 就闹分手 而2018年闹分手 你看到柯文哲的选票 这叫做什么 急速下滑 掉了将近快27万票 你说但是那是因为 少了民进党的因素 那没有关系 就到了2024年 总统大选 这没话讲嘛 分别两次都是什么 都是由他单一的柯文哲 以及民众党独立参选 结果掉到只剩下多少 只剩下36万票 这代表什么 已经足足跟当年 一半都不到 所以早民进党跟你合作的时候 一半都不到 所以你不管把各个分区来看 比如说什么北投区 407 大人区 中山区 不是每一区 每一个里 台北市的每一个里 他都是最后 保雷克斯叫做全盘皆输 代表整个所有台北市民 有共识就是 柯文哲这个前任的台北市长 当了我们的台北市长 根本没有资格 可以担当总统大位 但你说为他奇怪了 那为什么他 输到一个里都没有获胜 对全部你看不是蓝就是绿 各位你看不懂这张图 对不对 他在讲的就是这个选区里面 比如说国民党蓝的代表 国民党的支持者比较多 而如果是绿的代表 民进党支持者比较多 但你想这奇怪啦 黄珊珊不是还选过台北市长吗 结果没有一个区块 没有半个颜色是白的 但你讲柯文哲的影响力到底在哪里 理由很简单嘛 他所能够涉及影响到的对象 只限于网络出现 只限于抖音 什么意思 就是说对他越不了解的 会产生这种朦胧美 对他越不了解的 越会去喜欢上他 而柯文哲他所谓20到40岁的选民 他仰赖的是什么 其实是一个叫做工具的问题 因为当今天你如果在台北市也好 今天你在他当地选区执政过的 大家会问你几个 第一个你的私政建设是什么 第二个你过去为我们这边做过 第三个你到底有没有这个执政能耐 可是柯文哲大多数的票员 包括20到40岁 他们仰赖的是什么 抖音 你跟他讲他会看到说 我在那边抖音上花 可能各位都不知道 对不对 国民党民进党涉及不到 抖音也好 stread也好 都是什么短影片啊 好笑的 有趣的 而这些多数的选民 你问他说 你知道国民党的候选人是谁吗 他讲不出来 他脸猴友一直说 猴什么 猴什么 你问他赖心的人是谁 赖什么 赖什么 但你讲阿伯是谁 我知道 炸猎舞很有趣 飘头 柯文哲 他们就只知道这些概念而已 所以这解释了 为什么柯文哲 越到其他的地区 甚至宝洁哥 你不觉得很怪吗 花莲他有经营吗 台东他有经营吗 然后这个什么 彰化 苗栗 然后甚至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 根本他也没有下乡经营啊 他也没有处理啊 他为什么可以开出 这么广大的票源 他是神啊 连桃源都没有 所以理由就很简单嘛 因为他所触及到的对象 只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 你越不认识我越好 因为我越可以诈骗 所以你越熟悉的人 通常彼此了解 很难去骗 所以你就看 为什么诈骗集团 总是要卫装成这种什么儿子女儿 然后去骗这种陌生的人 因为你不了解 越陌生的状况下 他越容易得手 我们曾经讲过 冰岛的火山山 冰岛的火山山 这种岩浆会一直流进来 老板我看后面 他这个多恐怖 已经流到渔村 已经把房子给烧掉了 对 白杰哥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月内 第二次的一个火山爆发 而这个画面一看 就觉得是非常可怕 它是一路流下来 然后炸出来之后呢 慢慢慢慢 已经流了好几公里 然后呢 现在来讲的话 冰岛来说 他们弄了一些很多的岩石 一片都是冰岛火山 这个东西就是整个炸出来之后呢 慢慢的流 慢慢的流 然后呢 其实你有可以看到 很多的人啊 是开着车落跑啊 而且呢 其实他是有一个用岩石 跟泥土的一个防御公式 他们一直以来 过去都觉得说 这样的方式是最有效的 可以压制住 但是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量太大了 然后呢 开始有一块弄破之后呢 其实就很像水坝 弄破之后就整个进去 打开开展之后呢 现在来讲 他们的渔村 根本就是逃不了 然后甚至这些东西 其实他们是什么 想说啊 去赶快去把这些车子移走 但是一边开车 一边回头看 为什么呢 因为岩浆就在后面 然后呢 其实我们以前看影片 都会觉得说 那岩浆不是应该是慢慢流的吗 那因为我们是用空拍的影片 其实他们这一次呢 有用工人的视角 用工人的视角 就会觉得说 哇 我开的是工具机 然后岩浆好像就在我的脚边 而且呢 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近 你说这个是喷发的 对 这是喷发的一个 一个刚好被人家拍起来 然后喷发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没有想到说 竟然一个月内会这么快 第二次喷发 然后整个炸起来之后呢 这是从比较远的地方 大面积就跑出来了 对 那个光点都是车子 其实这下还有一件 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说 你现在看得到的是 在路面上面的岩浆 有一个人 他一个工人 他在那边做一个修缮的工事 然后因为你在地面 有些裂缝 他很怕说裂缝越来越大 就去把这裂缝给他弄满 结果没有想到 他竟然掉下去了 那大家就想了嘛 你这个柏油路 下去就是泥土 应该很好找吧 结果呢 一家具 哇 傻眼了 找不到 深不见底 他们都以为说呢 马路下面 柏油 应该就是泥土吧 但是下面竟然 还有30公尺 的一个空间 所以他们在想说 你现在看到的 地球都逃空了 对 不只是说你地面上面 看到的这个熔野 这个岩浆在那边 其实你地底下 可能也有一部分 是从这个地方过来 所以现在的话 这个人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找到 然后呢 从去年11月第一次撤离之后呢 这一次又赶快撤离 因为其实 如果持续的爆发 或者是熔岩继续漫步的话 真的是非常危险 所以冰岛火山这么可怕 对 过去来讲的话 大家都知道它有火山 但是没有想到 你这一次的量会这么的大 然后呢 带来这么大的一个伤害